一百多件微型舞台 展现五轮国中九年级学生的创意 在宛如老师的引导下 孩子们以回收材料 发挥创客精神 完成了一系列惊艳的异想空间 抄袭精 神影少女的这个作品 我觉得哇好厉害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细致的手 我觉得这些同学们 未来都是建筑师设计师 令人惊叹的作品 往往要克服不少困难 更要花时间不断改进 试着用一些纸箱 让它拼凑 然后变成一个建筑的感觉 当然我们也花很多时间 包括在凭假的假日 我们就会约到家里做 不只花时间 还要克服种种困难 像是光线配置 就更改了好几回 那个面板是没有放上去的 而是盖起来的 然后可是因为光线太然进不去 所以把它掀开 光线背景 都是舞台上的重要元素 这组小美人鱼的场景堆叠 颠覆了学生想象 原本是想说小美人鱼的场景应该最好做 没想到它应该最困难 背景要上色会花比较久 然后还要等它干 所以就会更久 它的场景要放很多石头 然后它的从上看到下 或是从平面看的话 就是看起来会很不一样 因为如果从平面看的话 前后的高低就很重要 或是角落要怎么堆叠 想了很久 克服视觉盲点打造3D创意舞台 这组蘑菇服饰店要挑战的 还有尺寸契合度 那在制作的时候呢 因为东西所有都需要缩小它的比例 在衣架上面就会很难去跟衣服做契合 让衣服常常有挂不上去 或者是掉下来的情况 那在这次的制作中呢 我们遇到了非常多问题 但是我们在这中间也觉得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它让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象中的场景 所做出来 那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历经了创作到策展的完整过程 孩子们得到了难能可贵的学习经验 在学习单上给予作者回馈 体现了展览对创作者和观众都是一种学习 就是看到学长姐做了这些作品 就觉得他们很用心的在做 然后每个作品就是它的含义都不一样 即使是利用废物去制作 他们也能让那些废物利用的废物 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价值 呈现精正的成果 由赖统筹规划的宛如老师全盘设计 他很感谢所有随时支援的同事努力 一起将空间打造成小型美术馆的展览场地 让每一件作品都能在自己的独特角落 述说着自己的故事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有老师默默的说 哎 桌子借你 哎 我再给你个什么 然后有一天放学的时候 突然就出现了海报 然后还有人说借我这个地方 然后借我什么东西 然后这一群孩子其实更棒的事情是 做出更多令人惊艳的作品 而且这些作品其实很多都是不花钱的 资源回收物 然后他们再利用再创造 然后赋予他们非常多的新生命 我觉得是令人想象不到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整个过程里头 其实这一届的实施的年段是在九年级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抱歉 因为他们快会考 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很享受在里面 然后非常的抒压的感觉 对 就是这一次我觉得 我得到的收获也很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心在整个过程里头 将艺术场馆搬进学校 孩子们在学校就能受到艺术薰陶 是校长的智学理念 我觉得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美术馆或博物馆 以前我们办广达的时候 是用别人的展品 让学生不用去美术馆也可以看 那这个展呢 却是学生自己亲手做的 我觉得非常的难得 而且里面有很多作品 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 赞许孩子们的创意巧思 也惊艳观展的学生们 高度的自律与专注力 从发想到实践 一路领航 让五中学子一元围形舞台展之梦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